春节年假期间 你有发现身边酷酷嫂的人 又变多了吗 因为春节期间 有很多人都感冒了 以这间诊所来说 您可以看到现在现场 就积满了人 年假还没过完 但病毒已经早上门 以板桥这间诊所来说 初三早上八点开业 但来看诊的民众 从内部到门口都是人 护理师说 现在要现场挂号 都得等六十到九十分钟 要等差不多一个多钟 昨天晚上就来了 昨天晚上他们五点就休息 等一二十分钟 他们平常也是很多 以这间诊所 除了来说 上半天就涌入六十到七十人看诊 一整天下来 破百人挂号跑不掉 小儿科医师也推估 可能和春节期间 亲友团聚近距离接触有关联 北部到南部去的 南部到北部来的 为了要团圆 团圆所付出的代价就是 感染会迅速的传播 那迅速的传播之后 很多人就生病了 医师说明来看病的 大多都是呼吸道疾病 不止一般感冒的人多 还有感染新冠肺炎的人 因为过去打的新冠疫苗 已经没有免疫力 新的疫苗打的人又少 新冠肺炎的案例 其实还不少 因为新冠肺炎现在已经突变到一个 ZN1或者是那个 我们一些新的Omicron的一些病毒出了 布置诊所ICU医师陈志金分享 医院门诊也塞爆 群聚围炉容易感染 还有天冷气喘等病况 或是大吃大喝消化不良 而胸腔科医师苏一峰则是发文 新冠COVID过年期间造成很多重症大白肺 内科ICU约有二到三成左右 外出走春最好还是戴口罩 减少感染机会 TVBS新闻杨金波张慧仙台报道